请腾讯公司副总裁英语华语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CEO王忠磊共同为我们揭晓荣誉 有请二位 大家晚上好 我是王忠磊 大家好 我是英语 王总啊 您觉得怎样才能称之上是最具影响力人物 影响力人物可能一定要他自己的作为专业的人 他可能需要他的很多的行为的标准 或者他做出的专业的标准 要具备别人来作为自己做这个行业的一个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如果是艺人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作为他的表演的专业 然后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在公益上的表现 还有其他的很多综合 作为年轻人的这个喜欢的偶像的这个代表 都应该综合起来来看 所以这个奖非常的重要 这个荣誉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 一定要长得漂亮 你说太好了 或者长得帅 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大荧幕 我们揭晓一下2017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年度影响力人物荣誉获得者是 请看大荧幕 2017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年度影响力人物 年度影响力人物 赞宾宾宾 请尤其美丽的宾宾 上台接受荣誉 范宾宾不仅在荧幕上为观众留下了众多深入人心的角色 还创立自己的工作室 制作自己的电影 电视剧 致力于慈善事业发起公益项目爱丽的心 是这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独立女性 并以昂扬的人生态度 陈久时代风云 让我们欢迎范宾宾 首先有请 冰冰接受荣誉 请与我们分享 谢谢 所有今天来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 谢谢腾讯 给了我一个这样的荣誉 谢谢30哥 这个希望今后可以用更多好的作品 然后来回馈 所有喜欢我的朋友 拍更多好的角色 希望不会让你们失望 加油 谢谢 谢谢 加油 谢谢冰冰 谢谢 也谢谢王总 谢谢英总 谢谢 三位请入座 休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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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